我這款還不錯 利用你色彩的好萊塢化妝團隊 成功來將林志明行禁 開頭上的那個變武器 夏大小姐 你現在是不是能好好考慮 我的建議了嗎 不要叫你雕像的小姐 在能夠將情情相 和割到德生的事情 一筆高雄 我不要跟你合作 我還會看你以後的表演 妳在這裡要幹什麼 三三的 是誰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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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出院了嗎 是啦 本阿嬤的好戲 想怎樣妳要一出院就來我們家了 妳應該不會理會我們家一樣 會頭頭把我們家那邊藏起來 讓妳出沒人了 德生想要關心我 自然在出現在我的麵棚裡 不怕妳藏 妳到底來這裡想要幹什麼 在這裡告訴我清楚 德生是去電路 妳一定都認為是我在主導的 所以連有一些人在便宜調查我 這讓我感覺很不太準確 我希望妳以後不可以這樣做 到來的孩子 25人百塊錢 那不是一個好方法 不要跟我一樣 名不正 言不順 一世人都不一樣 我是不是應該想不換 何德勝一定想不給我家裡 雖然沒找到自民 不過我懷疑是這個社營在便宜 而且這女婦人的過後 一定有人跟她搭訕 不可能是我們爸 在這裡剛才阿嬤也已經跟我們爸說清楚了 我認為 如果真的有人跟她搭訕 一定是其他的人 如果沒有 就是姻姻爸爸 姻姻爸爸是誰啊 也是妳連罵她對吧 她的爸爸不是普通的人 她做事都很低調 如果說 我是空間保隱的千金 我們的姻姻就是 空間酒的絕對千金 這孩子啊 你如果小楊 絕對比理事 你還要小一百倍 對 我們經過 不可以放過姻姻的一條算數 所以 辦法就有一個 什麼辦法 我實在沒想要走到這裏 不過看起來也就這樣了 好 讓姻姻 搭訕 這個房子 喂 爸 媽 家瑜 我知道這樣很委屈 阿嬤剛才要問妳 妳有同意還是沒有同意 家瑜 妳一定要好好考慮一下 這間家的風水 都是很大飯到二飯 這樣不就是二飯 妳看智雲和蔡露 不是夾兩百分 到時候 營營真的變成自民哥的二飯 如果真的是這樣 對家瑜 真的受到贊念 有嗎 莉嫂 妳從剛才到現在 說得最多就是這幾個月 大嫂 現在營營有住那裡的營 妳跟住那裡 又是這麼冷心的了 剛才莉嫂說的那裡 也只有可能 這個事情 妳一定要好好考慮 我們真的要讓營營住她 大嫂 大嫂 妳從媽媽不讓那個 閃營營大她的脈 我一看就知道她的身體很重 只要她大她的脈 就絕對扯不出去了 妳從媽媽不讓 做出錯誤的觀點 我沒有希望 妳跟大媽 跟同樣的認識 媽媽 妳都在家裡頭 這麼久了 她還沒笑 好 她跟那個記者頭來暗去 我受到 我就睡不著了 叫我那樣 跟那樣玩弄她 不可能 我今天回來 就是顧我的名字 不然 妳老婆那樣咬死 沒多久 她就把那個小三 帶回來吵吵一吵 我哪有可能 讓她那樣好睡 好 妳回來就好了 不過妳說得比較小的 阿嬤在樓上要睡 妳老婆的故事 妳老婆知道的 我跟她那樣大聲 沒妳老婆 又不怕妳老婆聽到 我回來了 就是要找妳老婆 明主 妳一個回來說話就大小聲 青龍是哪裡又去反對妳 她整個人都反對我了 媽 妳知道嗎 妳好心在外面還行鑽了 她現在鑽了 環遊世界不知道怎麼回來了 妳說我大聲有力嗎 青龍在外面還有女婦 那個女婦妳也實在 就是暫停 她跟那個小三在我後面 前來晚上不知道多久了 媽 這口氣我吞不下去 既然妳回來了 妳一定要處理給我看 好啦 青龍回來 我一定要把事情給我清楚 妳怎麼媳婦都在的 妳不能這麼大聲 她媽怎麼會叫處理 我會跟媽 妳賣她賣賣賣賣賣賣 不然要怎麼辦 我她兩個人分手 她我都賣她的記憶 媽 妳用妹也好 打也好 青龍去孤媽聽花鬼也好 把她放出去也好 媳婦喔 我不准她跟那個小三 又吞吞吞吞 吞吞吞吞 這件事 妳一定要處理得這麼吞吞 我會盡量 不過 是不是可以完全切斷 那也要看青龍她自己 我不會補證 妳不可以補證 我會靠我自己 妳 媽 妳是想要幹什麼 對媳婦的小三 看她是用哪一支眼睛 把妳老婆塞也賣 用哪一支手 把妳老婆 我要把她的狐狸 把眼睛加下來 看她的盜心有外觀 妳怎麼會來呢 妳去對付正庭 請留心袋回家 心袋回家 心袋回家 妳老婆 不然如果要把我打扯一下 我嫁人家三十幾年了 吃到這個月了 我不會把她給她 手上報應 平主 這件事不可以處理 妳怎麼就是要去哪裡 我嫁人家 如果是每天穿漂亮 我分點NG 我老婆在外面有女婦 我都不願望 妳看 不過 妳當初公司要倒了 是我從後頭出拔錢 久轉過了 我又帶親了 叫雅夫 恭喜妳 妳一個人頭我都知道 我為什麼要跟她說話 媽 那是大姐就準剛才 她比我早一點 可是我更不一樣 我也要尊重她 但是那個小三 對妳跟她說話都沒有 桌子也要擦乾淨 可笑的 破壞我的家庭 我又要出禮女了 我的老婆 我經營三十年的一生 不過妳讓她去陪 她的手到穿我來 我就跟她說到前面了 我不是妳老婆來 但穿娘回來 我會讓妳一個交代 高代 不用了 這才不用 因為我越說越受氣 我越受越對妳不信心 媽 以前妳要跟青龍搞好生 今天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了 阿媽 妳不可以這樣跟阿媽說話 對 對 就是 青龍少年的時候 就不再把妳生死了 很老 妳叫她聽妳的話 她怎麼會聽她下去 媽 我知道阿媽這麼說 妳真不開心 不過 妳應該怪妳自己 阿媽跟她走 不是跟阿公說話 阿姨 妳怎麼會說 我知道阿爸外面有人 妳身體真不好過 阿媽就說 妳要處理 妳為什麼要說這種氣味 阿媽是有氣了 因為我才是真相氣 我的感受 妳真心就能了解 妳這句話什麼意思 志明先去記錄 跟青龍少年交往的事 我聽人家說 嘉宇 妳聽我一句話 妳有時間煩惱 不如煩惱妳自己的事 要煩惱為我才來 如果 到時我的事處理好 不然妳靠我 妳頭髮摸摸 那時候 我一定 叫三個桿 幫妳打阿娘